貝必加持續往台灣的風向靠近 天氣會不會有影響呢 時間交給玄桶 好 謝謝佳琪 我們先來關心貝必加颱風的最新動態 它現在距離台灣還非常的遙遠 而現在近中心風速是來到了每秒28公尺 所以氣象署認為 可能在今天晚上最快 它就會增強為中度颱風 但是日本氣象廳則認為 可能要到明天才會變成中度颱風 但無論它今天變還是明天變 其實對於現階段的台灣 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甚至當它未來往台灣的方向 來靠近的時候 其實也是進入到東海 接著往浙江的方向來登陸 所以對於台灣的影響性 也不會到特別特別的大 但是你看到這虛線裡頭的 其實都是等於它中心 有可能70%登陸到的位置 或者是經過的地方 所以依舊不能大意 同時在9月的時候 其實太平洋高壓是在減弱的過程 所以有沒有可能 在貝必加北上的過程 同時西風潮會讓這太平洋高壓 有所減弱而出現北轉 這個我們都後續要持續的來做關注 但無論哪一個 其實對於台灣的影響性都不會到特別的大 而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在下禮拜一 貝必加颱風如果真的照著這個預測路徑 進入到了浙江之後 我們還是要注意的是在菲律賓以東的海面上面 這邊會是一個大的低壓帶 包含台灣 而在這裡很有可能會有 在下一個颱風生成 是一個生成颱風的熱區 但是現在變數都還很多 等到它生成之後 我們再來為大家來做一個追蹤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降雨 今天主要吹的都是一個東風 所以在整個東半部地區有一些間歇性的陣雨 在上半天已經出現了 而中南部地區還是單純的五候雷陣雨 而到了今天晚上其實只剩迎風面地區的降雨 而在禮拜五禮拜六天氣形態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因為風場開始轉變吹一個東北風 所以東北部地區會有迎風面的陣雨 中南部地區五候雷陣雨 而到了禮拜六情況也是類似 北部地區陣雨 中南部地區五候雷陣雨 但要注意的是五候雷陣雨 有可能會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而禮拜日到禮拜一這時候颱風雲系相對的比較接近 北部地區的雨會稍微的增多 而在下禮拜二中秋節的時候呢 這時大地壓带的情況 各地的水氣還是比較多 但是有沒有颱風會再接力而生成 並且靠近我們會持續的為大家追蹤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的休息 下載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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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